由縣政府所主辦的光彩奪目《創意美學》 2015廢棄木材創意設計競賽 在草屯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舉行頒獎活動 縣府農業處副處長林美珠表示 縣府在林務局支持下去年舉辦廢棄木材創意設計競賽 透過競賽活動過程將廢棄木材再利用激發美感 實現環保創意生活美學 我們辦這個已經近日第二屆了 那總共這一屆報名的件數相當的多 109件在這裡面我們選取了15件 那除了前三名以外 我們並有類优等有五名 那辦這個活動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是希望說對我們身旁周圍的一些廢棄木 只要經過你的巧思以外 就會變成有用的一些我們平常要用的裝飾品 我們在這工藝中心裡面 從18號到17號總共有10天的做一個展覽 也歡迎各位大家能夠到工藝中心來參觀我們的作品 獲得第一名的屏東科技大學 飛墓洋洋隊表示 他們嘗試用廢棄木材做成小房子 房內還有空間可擺設儲具等設備 讓木造的小屋房間呈現同功能 讓木材再利用 可以漆好玩又實用 第二名則是國立嘉義大學 Rebound G 大宇山 第三名是醒悟科技大學 拉美過招隊幾何目光 我們的設計裡面 就是因為基本上 我們覺得就是廢木這東西它其實創意性是很高的 所以呢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用廢木 因為廢木給人的感覺就是樸實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用這個樸實的東西 然後讓廢木再次發光發熱 所以我們才會使用廢木做出小房子 因為小房子給人的感覺就是有可玩性還有實用性 一個小房子都有它的自己的功能 比如說像餐廳就是放餐具啊 花店就是可以用來插花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應對的這樣子 這算是我們的特點 對就裝飾加實用和為一體 2015年廢棄木材創意設計競賽 共有109隊參賽 經評審15組作品進行決賽後 從18日起到27號為止 在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展出 希望激發民眾更多創意想像 讓朽木大變身生活更有光彩